畫面上車輛正緩緩的起步 民眾從新竹市中華路北上經過了經國路口 遠遠卻發現一台黑色轎車 往自己行駛的方向逆向而來 發現了民眾趕緊煞車 但是這台逆向的車輛 卻是沒有減速或是打開警示燈 這樣誇張的情況 近來就在新竹市的中華路北上車道 靠近中山路口上演恐怖的情形 影片中路段位於本市中華路中山路口 該路口為一個不對稱的路口 駕駛人不按遵行方向行駛快車道 可依處罰條例45條除以6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的發還 在此呼籲駕駛朋友在快車道逆向行駛 可能造成重大的傷亡事故 那有關交通工程部分 我們將盡速請市府交通處來做會看改善 由於該路段是一個不對稱的路段 從南下往向山的方向民眾 要往右靠前行 如果民眾一個謊神 可能就會像畫面中的黑色轎車一樣 不僅逆向要吃上罰單 如果發生了交通事故 可就不是罰單 繳錢了事就好 有關於中華路中山路口的交通安全改善 因為中華路的方向南北向是一個不平衡的車道 有點偏心 所以我想第一個有關於島頭的安全設施 我們會再做相關的加強 那整個安全的提升我們會針對路口做個研究之後 下去處理 最主要是讓大家行車安全為最重要 不對稱的路段從兩線道變成四線道 又臨近鐵路平交道 在畫面中可以看見南下車道對上的是北上的內車道 民眾行進該路段還是要注意行車的方向 還有依循交通號制來行駛 避免逆向開車危害其他的用路人 凱博新竹萬事連採訪報導